因为疫情的影响,台南社团有很多课程这期以下期作为教室 透过不同的創作方式来记录我们所生活中的台南风景 16会的布两点到五点在台南的文化中心 加日公团的古板第42期的加加二普兰会 欢迎亲民朋友广东来参加 所以说我们在老师很多课程,18周课程里面 会有几款课是设计到户外去做走课 那在走读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透过大家所学的东西 可能是写生,可能是油画 也有可能是本身就是学历史人文的那种 纪实的或者是说就是历史的部分 然后也有像我们的生态的部分 就会透过这个走读的课程里面呢 去记录,去调查 那当然就是透过一种武感 因为我本身在,不是在课堂上一个 单方面的一个收课而已 而是在实际的场域里面去做一些体会 那所以说就是透过了这些记录 那我们在教学博览会当天呢 就会有做一个展现,成功的展现这样子 台南社区台合以台南任风景 并且有在地第一名的小吃和固执景点 透过做读书的方式、学习 好学生透过学生、油画、神迹是那种方式 透过自己记录 把生活中每一个行为律师的瞬间 记录到来并老团下去 那这些画画课有没有可能除了是自我学习之外 它能够应用到不管是对于城市的记录 或者是自己对于城市的观察 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去连结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不可以来策划一个 我倒不是说教大家画画 我们是带着一群人就是喜欢画画的人去写生 跟我们现在的文化城市的记录跟生活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保存跟保留 我们现在不敢说它的价值是多少 但是我相信有一群人默默付出在这个城市里面 然后用这样子的可以高保存性的这种美财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无形之中未来会是成为一个台湾 一个很好的一个资产 除了记录生活台南下大马套过 替北下推行替北的运动 让大家做回来为日年监察来进一份成立 台南新闻刘萍言 彩虹报道